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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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 高英又和大家继续分享 早期密家思想的现代诠释 上一集,我们对于早期密家思想的 里面的天字和明鬼两篇 做了文本分析 其中分析的要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 早期密家思想的确是 相信有天智或人格 和鬼神的存在 即使在文本上 他们论证的理论效力上 其实不高 但他们相信 第二,虽然早期密家思想 在文本上尝试 论证天智或鬼神的存在 但是 他们论证的重点 其实是天智的特性 即是什么呢 即是欲宜而户不宜 以及鬼神具有 想言而佛报的能力 它的重点其实是这里 在文本分析之后 现在我们仍然要追问两个问题 这都是两个问题 这是至少我们要思考的 第一 究竟在早期密家思想的架构里面 天智和明鬼 或者鬼神 有什么理论的地位 尤其是我们在学术界 对于早期密家思想 是不是一个宗教思想 是备受争议 即是说 早期密家思想里面 有天智和明鬼 是属于政治 社会思想里面的工具 或者手段的问题 有这个人提出 其实他是拿天智和明鬼来靠客 令到他的理论 得以民众会信服 究竟是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再讨论 而对于天智和明鬼 在早期密家思想里面的意义 所以我们尝试从两方面去讨论 第一 既然 密子书里面的天智和鬼神的存在论证 是值得人家质疑的话 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 就是早期密家思想里面的天智和鬼神的思想 第二 为什么早期密家思想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宗教信仰 或者是教派 我们稍后继续会讨论的就是 跟着这两个问题作为线索 我们一路讨论下去 首先我们讨论的问题是 既然密子书里面的天智和鬼神的论证 存在的论证 是值得质疑的 即是理论的效力不高 那我们究竟是可以如何理解 或者应该如何去理解 早期密家思想里面的天智和鬼神的思考 这个问题 我们又尝试从两个步骤 两个层面去讨论 第一 早期密家思想对于天智和鬼神存在的论证 它有一个要点 我刚才也说过 要点就是 天智具有欲义与乌不义的特性 还有鬼神具有想言而佛报的能力 这个说法 可不可以 处于一种 天智和鬼神的存在论证 未能够达至令人完全信服 或者具有高强度的解释效果 不过 我们仍然可以认证到 刚才我说的两个重点 即是 论证到天智是具有欲义与乌不义的特性 还有鬼神具有想言而佛报的能力 这个说法可不可以 即是它的存在我们说不通 或者说论证得不太令人信服 不过 不过 可不可以调回来 我不论证到它的存在 但我论证到 假如鬼神和天智有存在的话 它的特性就是刚才那两个 天智是欲义而乌不义 鬼神是有想言而佛报的能力 在这里其实是可以的 而这个可以并不是我自己说的 而是从唐昆玲先生 他对于早期密家思想的存识 正正是说了我刚才说的部分 即是他都认为早期密家思想 对于天智和鬼神的存在论证 论证的方式 或者论证的理论效力是不高 但是反而他可以用一种方法 用一种方法去说出来 因为假如真的有天智或人格神的话 他必定是具有欲义而乌不义的特性 同样地假如是有鬼神的话 鬼神一定也是 他是会想言而佛报的 那究竟他有什么方式 什么方法去到论证度呢 唐昆玲先生他的论证方式 我们可以叫做一种辩证式的思维 什么辩证式思维呢 简单来说 就是从现方作出根源性的追索性的思考 而这种思考呢 这种思考就告诉我们 作出一种最佳最可能的解释 最可能的解释 侐昆玲先生的说法 即使早期密家思想里面的天智 和鬼神的存在的论证 理论效力都是值得质疑 但是对于天智和鬼神的特性 的论证 是仍然可以有效的 唐昆玲先生的说法 可以从三个步骤来论证的 第一步 他指出早期密家思想中的 天智和鬼神的论证 都是不能够令人完全信服的 这一步我们也做了 是不是 我们也说了 第二步 他是上次 和早期密家思想里面 对于天智的论证 即是以人能够共生 共养于自然 而亦推于天 唯一有感情的人格神 有这一步他指出 早期密家思想 即使未能够论证 他所说的人格神的存在 但是 但是 在密子的论证里面 仍然可以从体证 即是个人的感受 而去到体验出一种证据出来 是说人格神的存在的可能性 甚至乎 可以说成为 假如有一个人格神 或者天智的存在 他就是具有欲义 而乎不义的特性 即是说 从一个理论上的预设来说 早期密家思想 对于人格神的存在论证 其实是一种预设的性质 再即是说 从早期密家思想中的 天智的存在论证中 并不是具备一个 令人完全信服的论证 这个过程是完全 令人完全信服到的 我们上一集都分析过 不过 从另一方面 从另一方面 在辩证地去指出 天智的存在的可能性 即是说 即是说 假如存在 就必定是这样 现在必定是这样 似乎很大解释 就是存在 就是这样解释 接着第三步 唐龟艺先生 就认为 想言而佛部的 鬼神具有 想言而佛部的能力 是一种必 即是需要一种必然性 和保证性 来辩证地 去指出 早期密家思想必需要 预设鬼神的存在 早期密家思想 在天智的论证里面 最重要是指出 天智 具有欲义 而互不义的特性 然而 所谓义 和不义的判准 判准 即是 兼相爱 交信来 问题是 我们要再想 问题是 即使 行不义 或者 在政治上 除了义正之外 相反就是 力正 行力正 可能会受到天智的懲罰 即是 别相互 教相賊 未能够得到 长治久安 而议 即是 未能够 很长远地 去到统治 这个国家 不过 可能 在我有生之年 都正在统治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行义 与不义 又有什么问题 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即是自身 在在世里面 是受不了所谓的 惩罚的 换言之 换言之 假如 早期密家思想 没有预设鬼神的存在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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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一集都讲过 密子讲的鬼神 鬼 除了 除了 天鬼 山水鬼 还有 死而为鬼 死而为鬼 正正是 令到 天智的懲罰 行不义的时候 有懲罰 可以懲罰 给 当生的人 因为 他只不过死而为鬼 鬼 都可以受罚 所以 原来 早期密家思想 为什么要论证 鬼神的存在 正正是 他理论上 有预设鬼神存在的需要 如果没有鬼神存在 没有死而为鬼 天智 你说他会作出佛 你说作出不义 会受佛 但是 你罚不到 当生的人 即使行不义都罚不到他 所以他必定要在理论上 预设了鬼神存在 并且人可以死而为鬼 里面就可以受佛 所以说 大致上来说 唐关义先生 就依照 刚才我说的三个步骤 来理解 早期密家思想的天智 和鬼神思想 而我亦都觉得 这样的理解 是比较合理的 即使 即使 早期密家思想 对于天智 与鬼神的存在论证 似乎 不是说 令人很信服 更且 他所论证的要点 是天智 和鬼神有的特性 有的能力 而在这些 特性和能力里面 我会说 可以辨证地 去说出来 鬼神和天智 是必须 在早期密家思想里面 作为一个预设的思考 预设的概念 在里面 才令到 整个 整个 密家思想 一个理论上 是能够说得通 这方面 我们这样去理解 早期密家思想里面的 天智 和鬼神 第二 我们从另一方面 另一方向 又再去想想 如何去理解 早期密家思想里面 的天智 和鬼神 这个思想 从另一方面 是什么方面 就是说 早期密家思想 对于天智 和鬼神的预设 是否一种手段 我刚才说 是一种靠客 我想这方面 是值得去思考 甚至乎 这个所谓的手段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早期密家思想的天智 和鬼神思想的讨论 是否只是作为一种手段 完成他的兼顾 所具备的掌赏 和惩罚的功效 在这里我们要厘清 所谓的手段的意思 梁启超先生 他在密子学案上 说过 密子的天智和明鬼 其实是借宗教的迷信 来推行兼爱主义 胡锡先生 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面 都这么说 密子是恐怕 怕 他所说的 兼爱 卑躬 这些说法 未够说服力 所以 再说 天智和明鬼 加强民众的信服 这些正如我刚才说 好像 明明自己的理论 好像不够 找别的手段 去到靠客 靠客 或者不够说服力 找些权威 去到压服你 但是 究竟是不是这样 甚至乎 我去说 不仅是梁启超 或者胡锡 他们这样说 他都可能 有一些文本根据 就是在 《老文篇》里面 曾经提到 密子曾经提到 见国君的时候 要怎样做呢 要责务而从事 责务而从事 即是 要对应于不同的情况 作出论说的要点 也就是 他说的 《密学十论》里面 究竟对应于不同的层面 是说得很清楚的 如果要说 天智 和明鬼的情况 是 国家淫辟无礼 即是 当有国君 淫乱严守礼节 就可以跟他说 天智和明鬼 令到这个国君 国君主 懂得学习节制 和一些个人的行为 即对自己个人的行为警惕 因为 你行不得已 会自己受回 好了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好像似乎 早期密家思想 讲天智和明鬼 似乎好像手段 手段效果多些 似乎只是借用 不过在这里 我们要讲的是 这里讲的是 所谓的手段 即是借用和负载用途 但是 从另一方面去想 从另一方面去想 我刚才讲过 我们理解 早期密家思想的 天智和明鬼里面 我们已经讲 天智和明鬼的设立 并不是一种迷信 或者借用 而是理论上 必须有的预设 这个必须有的预设就是 如果他不讲天智和明鬼 他的义和不义 说不通 令人没有说服力 如果在这样之下 他是理论上重要的 在理论上重要的话 他就不只是普通的手段 或者借用 换言之 我们理解 早期密家思想的时候 并不能够 以一种额外附加的想法 或者以一种迷信 即是说他迷信 所以他要说回 他回到周初的时候 去信鬼神 用了权威主义来说 并不是可以 这么简单来说 而是从你一个角度 告诉你 原来天智和明鬼 是 早期密家思想里面 一个具有理论建构的基实的意义 没有了他 没有了他 他兼外的一个构思 其实是失去了 一个理论效力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告诉你 或者大家要知道 天智和明鬼 是重要的 经过刚才我们两个步骤 两个层面 去到讨论的时候 或者讲解的时候 我们知道 尝试理解 早期密家思想里面的 天智和鬼神思想的可能定位 第一 他是理论上的预设 第二 这个预设 甚至乎成为 他 成为早期密家思想里面 一个理论上 建构的基石 并不能够 普普通通 就说他是迷信 或者是借用 或者手段 去到 讲过去的算数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接下来 我们要再讨论的 就是 为什么 早期密家思想 没有发展成为 一个宗教信仰 或者是教派 甚至乎 甚至乎 成为一个教派 其实在胡锡 他所管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 他说 密教 他直接说是教 密教 如果曾经做到 欧洲中古的教会地位 一定会成为一种教会政体 密家的巨子 这个巨子是他的组织 会长 或者是一个主席 都会成为 欧洲中古的教王 不过我们要再想 想一想 实际上是 早期密家思想 真是最终 没有发展成为 一个宗教 或者教派的组织 在这方面 我想 主要是由于 由于 早期密家思想 之中的天人关系 在早期密家思想里面 天人并不是一种管治 或者统治的关系 可以 甚至说 是一种 叫做 对等的交互 交互的关系 即是说 虽然天字 是具有欲义而无不义的特性 而且鬼神也有想言而佛报的能力 但他们并不是任意随意地去做的 即是说 当人 作出了相关的行为 天字 和鬼神 才会作出相应的行动 或者我所说的 暴应 在天字里面 甚至会这样说 他说 我为天之所欲 天亦为我所欲 然后再说 还有一段再说 若我不为天之所欲 而为天之所不欲 然之我率天下之百姓 以从佛于和崇中也 即是说 当我做了天字所欲的意的行为 天字就会相应地 给回我想喜欢有的长远的利 在这里来看 天字和人的关系 并不是一种信仰的贵意 不是一种信仰的贵意 反而是属于一种 有合约 甚至是我们所说的 契约 由于义 由于义 这个条件 而成为一个关系 甚至是说 这是比较单纯的交互的关系 即是一个互动的交系 我做了这件事 你就给我 我不做这件事 你就罚我 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其他东西 不是因为你强 我信仰你 所以没有这些东西 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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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神秘体验 你作为归依的动机 因为他们不是说归依 反而 由于早期的思想 强调 义的重要 更加反过 他没有 宗教教派的发展出来 不过 他有行合仗义 这个合义精神发展 所谓行合仗义 甚至乎 替天行道 我们说这些四字词 正正是本于义 是出于天 人可以做事 由这个重要的 重要的义的重要 而变成有合义 这些行为 反而是慢慢发展出来 是由密家思想发展出来 好了 或者到现在 我们 都很仔细地 去到讨论了 早期密家思想的天智 和明鬼的思想 在里面 我就重新讲一次 就是 早期密家思想 讲天智和明鬼 是讲 一个理论上的预设 甚至乎是 理论建构上的一个基石 而在里面 它不发展 成为了宗教教派 因为它讲义 讲单纯的天人关系 在里面 亦都正视了 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 好 现在 我们又要 返回我们这个节目的重点 有一个现代的传释 所谓现代传释 我都说过几次了 就是说 究竟早期密家思想 对于某些题目的思考 有没有帮 有没有借来参照呢 在这里 我就 想稍微讨论一下 早期密家思想里面 相关于宗教思想的现代思考 我准备 从一个民间宗教信仰的处理来看 首先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什么是 民间宗教信仰 我说要处理这些东西 我也要说这些东西 是什么 车工庙 所谓祈求个人的 或者地区的利益 或者赐福 并不一定 从迷信来说 都可以从一些 心安理得 或者心理上的一些自正预言 自我实践来分析 例如年初三去到车工廟求签 法叔、刘皇發代表香港求签 求到上上签固然皆大欢喜 求到下签 起码给人一个机会 作出吹吉避空的行为 在这方面来看的时候 我们尝试理解这些民间宗教信仰的仪式的时候 还给他一些理由、理性分析 除了这个层面之外 还有第二个层面 另一个就是 有教义和教理的宗教信仰 在民间的一种教或者术的应用 好像以佛教为例 教在教理上有非常深刻的 甚至不同形态的思想系统 好像有般若思想、遗色宗、天台宗、花延宗的思想 不过在进入到宗教民间的传播上 却有很多较简易的宗教仪式 例如众经、烧香、礼佛的宗教仪式 更加有佛旦的智日、欲佛的仪式 这种仪式 自然有它的宗教上的意义 意义 从一个教为深刻思想 或者有各种独特名相的宗教来说 这种仪式 其实正正是他们一个教 即是一个实践 一个实践 一个教化的简单的形式 以及一个衬 即是一个应用 一个宗教教义的应用层面 去将它的教理具体化 在这方面我们看一些所谓的民间宗教信仰的时候 我们看到太众去到信奉 不过里面有是深刻有没有深刻 有整套思想系统 或者没有整套思想系统 不过我们的理解 都是富裕一个最大的同情的理解 即是说我们认为它里面都有有意义 而不是以一刀刺感的迷信 而取消了里面的意义 我们尝试这样理解 什么是民间的宗教信仰 当我们去到 理解了我说的 什么是民间的宗教信仰的意思 在我们这样说之后 我们尝试 那么究竟 如果从早期密加思想里面的天智 从明鬼的思考来看 究竟 又可以怎样看 我想至少 可以给我们思考 民间的宗教信仰的处理 或者对待的一种参考 正如我刚才一再强调 我并不是说 民间的宗教信仰迷信 一概不理 我不是的 而是我们去尝试 用另一个角度 去到理性分析 甚至乎不是分析那么简单 去理解它 而再用密加思想 如何去想 如何处理 第一 我觉得 早期密加思想 可以帮助我们 正视民间宗教信仰的存在 因为 我们可以这样说 早期密加思想 他重视天智和明鬼 固然是相关于他的理论上的预设 但他亦都顾及到一些民众 他对于一个人格神 或者天智存在里面有的体静 在里面 他是正视这个信仰的 同样就是我们 我们面对一个民间的宗教信仰的时候 我们如何正视呢 即是说 当我们面对 观音借库 或者大连初一 去黄大仙 上投注坑的时候 我们究竟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是否就是说 他不理性 他迷信 他麻木 他这些富裕 或者富裕 好像很贬义 有些歧视 他 总之 他就无知 当他是无知 不是合理 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看的时候 好像忘记了 或者不略了 民众 可能是有这个需要 他为什么要去观音借库 他想有盼望 为什么他想上投注香 他说我有成意 排除万难 把所有的人 拿注香出来插下去 我上投注香 要半夜起床 不是半夜起床 可能是整晚五分 去排队 在这个时候 用诚意去说 我对未来有盼望 所以 当我们如果这样看的时候 香港仍然有人 在年初三 在车工廟为香港求签 并不是 并不是 单纯的一种风俗习惯 其实是 对来年 我们社会生活 的一种期盼 如果 如果 一个社会 那么需要期盼的时候 我们想想 我们 究竟 社会 会不会 有什么应该要做 应该要做 令社会 本身都可以有这些期盼 我们可以值得思考 我们政治 我们所谓的 政治民间宗教信仰就是这个政治 不会逃避去想 到此就算了 另外 还有第二个 我觉得 第二点 可以再用 早期物价思想 对于天智 和名鬼 的想法 去帮我们 如何去思考 民间宗教信仰 就是转化 民间宗教信仰的思考 就是说 将民间宗教信仰 里面的宗教关系 转化得 纯粹的方向 以不是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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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定 或者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就是要 要 要 养人避惜 不是养人避惜 而不是养人避惜 而是养神避惜 养神避惜的方式 去求神梦福 就是说 就是说 好像早期物价思想 他对于 天智 和鬼神的关系 人 的天人关系 我说 这些关系是比较单纯的 所谓单纯就是 就是 我做这件事 你就给这件事 我不做这件事 你不给我 或者你顶衰我 很清楚 而不是 不是 我求你庇佑 求你施舍给我 变成人 里面的 能够做到的事 似乎很少 是吧 如果我们用一个 求神问福的角度 好像求人庇佑 人可以做的事很少 但是 我们想转化它 人都应该 做到多些事 但是 如何转化呢 我当然要想 好像 早期物价思想 还有一篇 叫非名 正正是强调 人的 人的 我们用西方的说法 就是有自由意志 或者是自主决定 正正我们如何去想 强调 那我们才有努力 即是说 当我们面对 民间宗教信任的时候 早期物价思想 起码给我们 去想的时候 第一 我们正视 民间 民众有这个需要 宗教上的需要 第二 我们尝试 去帮忙想的时候 如何转化 他的宗教上需要 令他自力 去到 努力多些 自主多些 然后 然后 就去实践 他自己的期盼 那这个我相信 就是早期物价思想 给到我们 面对民间宗教信任的时候 的一个 一个思想的参照 各位听众好 我是韩晓华博士 现在我们继续 讨论早期物价思想 不过我发现一件事 刚才我们说 天智和名鬼的时候 似乎用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大概一个节目半个小时 基本上我刚才 只是说 天智和名鬼的理论上的 在早期物价思想里面的 理论上的地位 和我们的现代的诠释的时候 都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 那变成 我们本来 本来 我们现在应该继续 详细一点 讨论 我所形容的 早期物价思想里面的 彻底和平主义 我们要讲这件事 里面要讲 物价佛论里面的 上童和非公 当然了 我剩下没有多少时间 所以我预计 这一堂 不是这一堂 这个节目里面 只是讲上童 上 上篇 讲完 讲完 讲完之后 下一节的节目 我们继续会讲完 完全地讲完 早期物价思想里面 彻底的和平主义 究竟是什么 以及里面 它如何去到构思 还有最重要的 现代诠释 有没有它的现代应用 既然这一集标题 其实是彻底的和平主义 顾名思义 就是早期物价思想 它给人的印象 给人的印象是善于防守 守成篇 有很多的 对其他人采取 兼爱 甚至无差别的爱 更加相信 天智 是人格神的存在 经过这么多的步骤 两个形象加起来 其实似乎比较保守 不懂得变通 即是早期物价思想似乎就是这样 不过 我们从早期物价思想 的 兼爱 天智 明鬼的分析里面 就是我们 上几集 我们已经讲了五集 上几集的节目里面讲 都可以发现 至实上 早期物价思想 并不是 比较保守 并不是 不懂变通 它其实是 讲求理性分析 甚至乎 你会见到 它有言辩的方式 就是三表法 是吧 讲求论据 当然它有论据 合不合我们现在讲的 又另一个层次 当然 在逻辑上 可能它 在逻辑分析上 不算好 着重 它只是有定据 但是 一般来说 它算是 着重于理性分析 着重于客观性 甚至乎 它有考虑到 现实的层面 它不是 一个单单 或者单纯的 理想主义者 至于今集 我们讲的 彻底的和平主义 明显地 我们可以想象 并不是一个 只讲求 外心 而不去到 构思实际上 政治运动的 理想主义者 它是一个 从国家的政治建构 国与国之间的 政治关系 这一层面 来说的 彻底和平主义 即是 早期物家思想 是从一个国家的 内部 和外部 两个层面 来说 和平的可能 在早期物家思想里面 上同篇 上中下单篇 就是讲一个 国家的政治建构的理念 而非公 上中下单篇 就是讲一个 国家对外 政治关系的思考 现在 我们先从 上同的文本 作分析 看看 究竟早期物家思想里面 怎样去到 建构一个 国家的理念 上同篇 在现存的物质之中 是比较完整的篇章 上中下三篇都流传下来 先讲上同上 上同上 是一篇比较短小的文章 大概一千多字左右 主要的内容 从两个层面讲 第一 就是国家的起源问题 第二 就是国家的管治的编制问题 首先 我们会讲 国家的起源问题 物质 直接讲的 古者 民此身 未有凝证之时 概其语 人而异 以一人则一异 二人则二 十人则十异 其人之中 其所谓异 者亦之中 一人一异 二人二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道理 很混乱 所以 变成天下之乱 若禽兽然 乱到 像禽兽一样 义性 欲义 而互不义 有什么关系 简单来说 在上童篇 所讲的 一人一异 極义 其实是一种 主义 或者思想而义 就乱 这个 正正是造成天下间混乱的原因 物子怎么解决的方法 他说 夫 名乎天下之所以乱者 身于无正掌 事故 选天下之然可者 立以为天子 换言之 国家或者政治的起源 在物子来说 它是一种共同协商 是非利害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去谈 谈到大家的意义都相同 然后 就选出 选出一个 言能 跟着选他为天子 当然 这种想法 甚至乎可以这么说 与西方的政治哲学里面的自然状态非常相似 或者甚至乎如何转讲 我们去到想的时候 再去想的时候 天子的选立 天子的选立 虽然都叫天之子 但是 并不止于 纯粹由天去选 选 选选 选选 其实也有 民众里面的一个讨论 这个我们稍后再谈一下 好了 上同 上篇 除了刚才说的 国家起源的问题之外 还有第二个要点 就是 国家管治的编制问题 物质的说法 在上和上 比较简单 和理想化 当然这种思想 在上和中和上和下 有补充 现在我会简单说一说 物质是将国家区分为地方的里长 乡长 国君 和天子 这个四级阶层的统治 这个管治的要点是什么呢 就是下级必须服从上级 而位于最上级的 天子 即要服从于天 以此 就达到什么呢 达至一个 天下为能一同天下之义 是以天下自宅 即是 天子 在这里 会说给你听 天子 就是 能够一同于天下所有的义 大家都跟 都有相同的 思考 相同的思想 而达至 达至 达至什么呢 达至 天 天子的欲义 而户不义 这个义 就是兼相爱 交相你 即是达至这种 大家同意 当然 这个想法是物质 一路在兼爱篇也好 天子篇也好 一路都是 一路去说下来 即不是 突然间在这里会说的 不是上红片突然间说 他的思想体系都挺完整的 好了 暂时 暂时 这一集 我说 彻底和平主义 先说到这里 下一集 我们先尝试去做一个完整的 相同和非公的文本分析 并且 希望 希望 下一集 能够 讲完现代全式 一次过完成了 一个 结底和平主义的一个论说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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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